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小鱼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Nick DeRail 周湯豪 看要去哪裡吧 我... 那就要很久 球鞋吧 男生可能比較簡單一點 我如果在內地的話 我都會講鐵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很多人跟我講鐵錠 所以我就常常講鐵錠的鐵錠的 喔對 我只吃雞柱魚 我不吃牛 不吃羊肉 吃口香糖刷牙 然後確保自己身上是香香的吧 那我就吃顆大蒜吧 跟他拼了 沒有沒有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還是用用嘴巴說的那一種 哪個方言你覺得最洗腦的 四川 如果你真的 去到台灣 你就會發現我台灣槍是不中的 因為台灣真的台灣槍 是有那種 台灣狗椅那種 那時候就很中了 講話就是這樣講 那還叫台灣槍 沒有怎麼看 說實話唄 大家 萬里達 萬里達看起來是特別酷 特別冷的那種 但他的人是可愛的 特別有禮貌的 如果再講swag來講的話 可能是blow fever 這種 愛你啊 因為我是nick嘛 然後他是愛熱嘛 就愛你 愛你 挑戰我自己吧 因為我本來就非常非常喜歡 hip hop跟縮唱 那我的音樂裡面 也一直都有 縮唱的元素 但是在過去 小時候玩縮唱的時候 沒有這樣子一個平台 去發揮 去推廣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其實我在 十三十四歲的時候 就host了很早期的 這種freestyle battle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其實 在台灣很多的OG都認識我 然後來我作為一個 可能比較主流 流行的歌手 後來做了唱片 就一直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其實我同時 也有幫很多其他的rappers 做編曲做製作 所以我一直希望這方面 可以被大家看到 縮唱功力打分數 鐵定跟這幫 新縮唱的很多弟兄們 比起來 純縮唱的能力 不一定 有他們的技巧 那麼純熟 因為其實我已經十多年 沒有真正的 有rap的作品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以這麼短時間內來講 我覺得我的程度是相當好 然後之後的作品 我覺得也會更成熟 但是以整體來講的話 有寫歌 整個歌的大構架 還有表演 我覺得我其實是挺 分數是挺高的 表演能力吧 對 舞台經驗 然後 還有一些 怎麼講 就是 抓準歌曲氣氛的能力吧 對 就是我特別會知道說 這個歌曲的架構是什麼樣 其實我會以一個 更跳出來看 不是只是以說唱 技巧 為一個中心 我可能會去在意到 整首歌聽起來的順暢度 我來不是拿名次的 其實我走到現在 這個階段 我已經特別驕傲 特別開心了 因為你要想 對 既然大家都給我的表現說 我原本是個偶像歌手 是個流行歌手 那我能走到這一步 在沒有準備狀況下 鐵釘 是 特別不容易的 也是第一個吧 所以我覺得我證明了我自己 對 整個旅程就是一個收穫吧 我挑戰了我自己 我證明了我自己 我認識了這一幫 很棒的rappers們 然後 也去推廣 讓更多的人去認識中文說唱 讓我的粉絲 是原本聽流行音樂的人 更去理解這個文化 所以我就說 來的這些標準 跟這些包袱 其實就是要來 我想要透過我的作品 跟我的行動 來證明 你有夢想 不管你到什麼階段 你都可以去追 即使我的 已經發過唱片了 但是我沒有這樣的包袱 我一樣 來這邊 重新比賽 我永遠都可以從零開始 去證明我自己 然後 也是特別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 對於這個文化是特別熟悉的 其實我也有在幫別的rappers們製作 所以其實 這些標籤 都是有機會去改變它的 對於這個文化 對於這個文化 就是 對於這個文化